我不小心摔倒了 我的膝盖被擦伤了 没有流血 只是破了一点皮 有些家具设计的真的非常不合理 比如我们家的桌子 在桌子腿的部分有一个凸起 凸起就是指凸出来的部分 我们的腿经常会撞在这个凸起上 然后呢腿上就会有青色的那一部分 这个青色的部分我们叫瘀伤 瘀伤 你家有这样的削皮器吗 它是用来消去蔬菜和水果外皮用的一个小工具 它叫削皮器 这个削皮器很好用 但是它也很危险 因为它非常容易割伤人的皮肤 如果我不小心 我的皮肤被割伤了 当然我可以把这个句子变短一点 我被割伤了 有的人也说 我被划伤了 我被这个东西划伤了 或者我被这个东西割伤了 如果你的手不小心被什么东西划伤了 我们一般会用创可贴来包扎伤口 你看我手上拿着两个创可贴 而且这种创可贴是防水的 我首先要撕开包装 撕开包装 我刚才做的这个动作是撕 撕开 撕开它的包装 然后取出创可贴 取出创可贴 然后把这个创可贴 贴在受伤的部位 贴在受伤的部位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透明的 没有颜色 透明的 它是防水的创可贴 贴了创可贴之后 不要忘了及时更换创可贴 我们要把旧的创可贴撕掉 撕掉 然后贴上一个新的创可贴 有些伤口创伤比较严重 流血比较多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一个纱布 把伤口包扎起来 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包扎伤口 然后及时去医院就医 及时就是尽快 去医院就医 去医院看医生 如果一个人 他的胳膊上绑着这样长长的绷带 我们可以怀疑 他的胳膊可能骨折了 骨折就是指内部的骨骼 受到了损伤 受到了创伤 他怎么了 他骨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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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哪里骨折了 他胳膊骨折了 胳膊骨折了 我们身体的有一些部位 其实非常容易扭伤 比如我们的脖子 我们的脖子 我的脖子扭伤了 我现在没有办法向左转 向右转 我不能转头 我的脖子扭伤了 我的脚扭了一下 我也可以说 我的脚崴了一下 我的脚怎么了 我的脚扭伤了 我的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仙人球 你可以看到仙人球上有很多很小很小的刺 如果这些刺不小心扎进了我的皮肤里 我可以说 我被刺伤了 我被刺伤了 如果有什么刺扎进了你的皮肤里 你被刺伤了 那很可能你需要一个小工具 这个东西叫 链子 链子 由于它很小 我可以说小链子 我用这个小链子 把刺 拔出来 我用这个小链子 我用这个小链子 把刺 拔出来 请大家回忆一下刚才我们用到的三个动词 第一 有刺 扎进了我的皮肤里 扎进我的皮肤里 第二个动词 我被刺伤了 第三个动词 我要把刺拔出来 我要把刺拔出来 你可以在这个罐子里看到一些白色的东西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蘑菇 蘑菇 我们知道有些蘑菇是可食用的 就是可以吃的 但是有些蘑菇是有毒的 如果我吃了有毒的蘑菇 可能会觉得头晕 肚子疼 恶心 这时我可以说 我中毒了 我中毒了 刚才的头晕 恶心 肚子疼 都是中毒反应 中毒反应 我有一个朋友 他不怕蜘蛛 也不怕蛇 但是 他却怕一个小昆虫 他怕什么呢 他最怕的是 蜜蜂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小的时候 被蜜蜂蜂遮到了脖子上 他的脖子肿得特别大 造成他无法呼吸 由于他有过一次非常不好的 被蜜蜂遮伤的经历 所以他现在见到蜜蜂就紧张 除了蜜蜂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遮人呢 比如海姆 海姆 我们会说 我刚才被海姆遮了一下 还有蝎子 我刚才被蝎子遮了一下 疼死了 那蚊子呢 如果被蚊子 一下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应该说 我被蚊子叮了一下 我被蚊子叮出这么大一个包 我被蚊子叮出这么大一个包 刚才你学习了三个表达 我被仙人球刺伤了 还有 我被蜜蜂遮了一下 我被蚊子叮了一下 什么时候用刺呢 你会发现通常是植物 植物上面有刺 或者是什么物品上面有刺 这个刺插入了你的皮肤里 我们说 被刺伤了 但如果是蜜蜂 海姆 蝎子 这些会给人的皮肤 造成明显疼痛感的 我们说 遮 我被遮伤了 但如果是蚊子 你会发现 你皮肤不会感觉 明显的疼痛 而是很痒 这时 我们会用 叮 我被蚊子 叮了一口 有的人 可能他的表达 更加夸张 我被蚊子 咬了一口 但蚊子 并没有真的 咬它 只是被蚊子 叮了一下 我们再来说说 宠物 比如最常见的 狗和猫 有些人怕狗 因为 他害怕 狗会 咬它 请注意 咬这个动作 是这样 用牙齿 啊 我害怕狗 因为我小时候 被狗咬伤过 那我们再来说说 猫咪 猫咪当然也会咬人 但是更常见的是 它把人抓伤了 它把人抓伤了 我家的猫 把我 抓伤了 我家的猫 把我 抓伤了 抓这个动作 一定要用爪子 而且是用锋利的支架 在皮肤上面留下的痕迹 我们就说 抓 我被我家的猫 抓伤了 现在是夏天 如果我们的皮肤 在烈日下 长时间的暴晒 就会被晒伤 做饭 烧烤 又或者是户外点篝火 如果我们的皮肤 因为火的缘故 而受伤了 我们就说 我被烧伤了 我被烧伤了 这是一壶滚烫的开水 如果因为滚烫的热水 或者热汤受伤了 我们就说 我被烫伤了 我被烫伤了 你被烫伤过吗 我小时候其实经历过一次 比较严重的摔伤 我记得我当时差不多有五六岁 我是从床头上摔下来的 床头就是指床靠背的部分 就叫床头 我是坐在床头上 结果不小心 从床头上掉了下来 我的头先着地的 着地其实就是指 落在地面上 接触到地面的 我的头先着地 什么部位呢 是这里先着地 还是后面先着地呢 很不幸 是我的后脑勺先着地的 摔到地上之后呢 我立刻就有了反应 狂吐不止 狂度不止 就是疯狂的呕吐 不停的呕吐 所以家人呢 很快把我送进了医院 经过医生的检查 我怎么了 我被摔成了脑震荡 脑震荡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脑震荡会让一个人感到 悬晕 头疼 恶心 这都是比较典型的 脑震荡的症状 你小时候有没有摔伤过呢 有没有什么摔伤的经历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 写出你的故事 如果一双鞋子不合脚 很可能一天下来 你会发现脚上磨出了水泡 鞋子不合脚 就是指鞋子不合适 被磨出了水泡 水泡其实是指皮肤 由于过度摩擦而鼓起来了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液体 这个小小的泡 我们就称为水泡 我的脚上被磨出了水泡 有很多人的工作 是要用双手来完成的 一开始可能只是手上磨出了水泡 可是即便磨出了水泡 还是要每天继续做这份工作 渐渐的手上不再有水泡 而长出了老茧 也称为茧子 手上被磨出了老茧 手上被磨出了茧子 茧子其实是皮肤硬化后的一种结果 摸上去硬硬的 你的手上有茧子吗 你的手上有老茧吗 我又睡不着了 还有什么其他词可以表达 睡不着这个意思呢 你可以说失眠 比如我昨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 我昨天晚上失眠了 我经常晚上睡不着 我经常失眠 那怎么说晚上睡得不好呢 你可以说我的睡眠质量不好 就是晚上睡得不好 睡眠和睡觉有什么区别呢 当你讨论睡觉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经常会用到睡眠这个词 比如睡得不好 我的睡眠质量不好 我经常失眠 我有睡眠障碍 也许你很少失眠 也没有睡眠障碍 但是你有其他方面的苦恼 比如打呼噜 你晚上睡觉打呼噜吗 也许你会听到有人说打憨 打憨的意思就是打呼噜 打呼噜这个表达比较口语 哎呦吵死了 又打呼噜 你平时睡觉会说梦话吗 我晚上睡觉经常说梦话 有时候说法语 有时候说英语 有时候说中文 取决于我梦里梦见的那个人 说的是什么语言 而且我有的时候会梦游 突然睡着睡着 走到客厅 转了一圈 又回来了 是不是有点恐怖 但是我好像从来不磨牙 磨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 我从来不磨牙 我也很少打呼噜 你呢 你晚上打呼噜吗 如果你晚上总是突然醒来 比如要去喝水或者上洗手间 你可以说你经常起夜 你经常起夜 在你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可能会问你 最近睡眠质量怎么样啊 就是在问你 睡得好吗 你晚上会起夜吗 就是在问 你会不会晚上突然醒来 要上洗手间 有的朋友就很幸运了 也许从来没有失眠的问题 也没有入睡困难的问题 他们甚至觉得睡不够 就是还想睡 还想睡 不想起床 我总是睡不够 你也可以说 我总是睡不醒 睡不醒的意思 就是已经天亮了 但是还是不想起床 唉 我总是睡不够 睡不醒 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想早起 我们一般会说 睡懒觉 今天早上 我们不上班 也不上学 可以睡懒觉 睡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你想表达 想睡到什么时候 就睡到什么时候 你可以说 睡到自然醒 今天不上班 也不上学 睡到自然醒 啊 好舒服啊 假设你今天去买床 导购可能会问你 您觉得这个床怎么样 啊 你试着试说 感觉不错 很舒服 舒服这个词 强调的是身体的感受 这个椅子很舒服 这个面霜很舒服哦 这个围巾很舒服 其实我们还可以把句子变长一点 比如 这个围巾很舒服 我也可以说 这个围巾围着很舒服 这里这 强调的是 我现在围着它 感觉很舒服 再来一遍 这条围巾围着很舒服 这个床睡着很舒服 这个椅子坐着很舒服 这个面霜用着很舒服 其实舒服还可以用来表达健康问题 比如有的人不能喝太多咖啡 或者不能喝太多酒 否则他们会感觉肠胃不舒服 这里的不舒服 其实指的是有健康问题 比如 我今天就没上班 因为我身体感觉不舒服 就是指 我今天生病了 刚才你学习了 用舒服这个词 来表达身体的感受 或者健康问题 但其实 舒服也可以用来形容 心灵的感受 比如 你交了一个新朋友 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觉得很舒服 说明他在处理关系的时候 很恰当 他很礼貌 但是又不会让你感觉 很有距离感 他处理的刚刚好 他让你感觉很舒服 当然 如果某个人说的话 让你感觉很舒服 说明 他说的话 他的表达刚刚好 当然 你还可以用舒服 来形容一个环境 比如你刚刚装修了 你们的家 现在 你感觉家的环境 让人很舒服 舒服和舒适 这两个词 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你想掌握舒适 这个词 请你首先学习舒服 再来学习今天的课程 如果你的工作 跟销售产品有关 而且你们的产品 可以让这个人 感觉更舒服 那么你就会用到舒适 这个词 假设我们今天 要卖这个东西 他用中文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 飞机枕 或者飞机睡枕 如果您购买了 我们的飞机枕 可以让您的旅途 更加 什么 舒服吗 不对 应该说 让您的旅途 更加舒适 再比如 我们要卖这个 靠垫 如果您购买了 我们的靠垫 可以让您的工作和学习 更加 什么 更加舒适 我们再来看 舒适的第二种用法 舒适 还可以用来形容 生活 舒适的生活 比如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在努力工作 努力存钱 希望换一个大房子 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想过上舒适便利的生活 我们可以把舒适的生活 理解成条件好的 高品质的生活 舒适这个词 还可以用来形容环境 比如舒适的生活环境 我们为什么要做家务 为什么要把房间 打扫得干干净净呢 因为 我们享有一个 舒适的生活环境 如果你去了某个图书馆 发现这里灯光明亮 还有沙发 还有咖啡 那么你可以说 这里有一个 舒适的学习环境 如果你去工作呢 每个人都有一个 独立的办公桌 不会很多人 挤在一个办公室里 而且非常的整洁 让人很舒服 你就可以说 我们有一个 舒适的工作环境 有朋友问 我可不可以说 舒服的工作环境呢 我们一般不这么说 我们只能说 舒适的工作环境 舒适的生活环境 舒适的学习环境 但是你可以说 这个环境 让人感觉很舒服 这个房间 让人感觉很舒服 你学会了吗 每年的11月 我都会去做一次 视力检查 检查一下我的视力 一提到 医院和检查 这两个词 我们难免会觉得 有点紧张 但其实不用担心 这只是一个 常规的检查 什么叫常规的 常平常的常规 规则的规 常规的检查 其实就是按照 以往的做法 按照通常的做法 一个很普通的检查 当我们做 视力检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是 验光 验 检验的验 光 其实就是表示 你的视力 要检查你的视力 也叫做验光 而帮助我们 验光的这个机器 就叫做 验光 机 我不知道 在你的国家 验光机里的画面 是什么 我从小到大 都戴眼镜 我每次看到的 都是一个热气球 我很努力的 想把热气球 看清楚 可是 却常常觉得 很模糊 很模糊 其实就是 看不清楚的意思 很模糊 这个词 除了可以形容 视力 看得清楚 还是不清楚 我们可以说 视力很模糊 但当一个人 说话的时候 如果说不清楚 我们也可以说 一个人的表达 很模糊 现在你知道 帮我们检验 视力的这个机器 叫做 验光机 那么 在你们国家 验光时用的图表 上面是什么呢 是字母 还是像中国一样 是不同方向的字母 E 当我在法国 验光的时候 我需要盖住一只眼睛 然后告诉 验光师 或者视光师 我看到的是 哪个字母 比如 O P X F 但在中国的时候 我要告诉 一声的是 上 左 右 下 我告诉 验光师的是 方向 刚才我提到的 一个人 一个职业 这个职业是 验光师 和我们的眼部健康 有关的三个职业 三个最常见的职业是 验光师 视光师 还有眼科医生 我们什么时候 会见到 验光师呢 通常是在 眼睛店里 比如 你想换一副 新的镜架 又或者 换一副 新的镜片 这时候 帮助你 验光的 这个专业人员 他就是 验光师 验光师 不是医生 他只是经过 专业训练的 工作人员 他可以给你 提供一些 专业的 关于配镜 和选择镜片的 专业意见 我们再来看看 视光师 视光师和 验光师的工作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 他也可以帮你 检查视力 但是不同于 验光师的是 视光师 还可以 对你的眼部健康 进行一个 初步的检查 帮你判断 你是不是患了 某种 眼部的疾病 比如你的眼睛 出血红肿 视光师 会建议你 去进一步 接受 眼科医生的 治疗 他可以给你 提出更多专业的 治疗的建议 最后 我们来看 眼科医生 眼科医生 和前两者 也就是前两个职业 最大的不同是 眼科医生 不仅能够检查 你是否患有 某种眼部的疾病 同时 还能提供治疗 进行眼部的 外科手术 他们 是经过 医学训练的 专业的 医务人员 下一次你再去 眼光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一想 你遇到的是 眼光师 视光师 还是眼科医生呢 当你检查完了视力 你会得到一张 眼光单 单的意思是单句 看了看我的眼光单 果不其然 我的视力下降了 果不其然 这个表达 一般用于当事情的结果 和你事先猜测的一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果不其然 在我去眼光之前 我就猜到 很可能我的视力下降了 因为最近我常常觉得 有些字我看不清楚 眼光结果出来了 果不其然 我的视力下降了 视力下降 无非有这三个原因 第一是用眼时间太长 眼部过度疲劳 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学习 都离不开电脑和手机 可是长时间使用屏幕 会导致视力下降 导致就是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 什么导致视力下降 长时间使用屏幕 会导致视力下降 第二个导致视力下降的常见原因是 作息不规律 做工作 息就是休息 作息不规律 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人工作时间太长 不能按时休息 没有得到充足的睡眠 经常熬夜 经常熬夜 肯定就会让眼睛 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充分的 其实就是充足的 充足的休息 充分的休息 是一个意思 第三个导致视力下降的原因 是用眼不恰当 比如在光线过亮 或者过暗的环境里 看书和学习 会导致视力下降 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 比如睡觉前 很多人把灯关了 这时候拿出电脑和手机看视频 手机屏幕的亮度过亮 会严重刺激到我们的眼睛 对你的视力是有害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当你看我们的视频的时候 请你在房间里面 开一盏小灯 同时把屏幕的亮度 稍微调低一点 这样会减少对你视力的损害 在今天的视频里 有两个词的发音非常像 一个是燕光师 它是一种职业 另一个是燕光室 室指的是一个房间 如果在这个房间里 接受燕光 我们称为燕光室 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 你认识这个字吗 这是什么 这是药 药 对这是什么 这是药 所以我带来一个盒子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家的药箱 这是一个箱子 里面装的什么呢 里面装的是药 所以这个箱子就叫做药箱 这是我家的药箱 药箱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药 各种各样的药 接下来 我将给大家解释 药这个字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 为什么这么写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字 就是药 很多人说药这个字太麻烦了 其实你要理解 药这个字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上面绿色的部分叫做草字头 草字头是什么意思呢 是表示药草或者跟植物有关的 herb lab 红色的部分呢 红色的部分其实是表示丝带 我拿到了一条红色的丝带 你看 是表示这种可以寄东西用的丝带 或者带子 带子 紫色的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撇横遮钩点 这个字读作 勺 勺字的勺 勺字的勺 这里是草字头 表示草药或者跟植物有关的东西 我们用一些东西来代替 你看 所以可能你会问 老师为什么药会是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呢 就有点奇怪对不对 现在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为什么需要这三个东西 在很久很久以前 药店是什么样子的呢 药店的药不是用盒子装的 古代时候的药不是这样的 古代时候的药不是这样的 古代时候的药也不是这样的 古代的药一般是由草药制成的 所以我们来找一些烹饪用的这些东西来代替 你可以想象成它就是草药 然后呢 我需要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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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需要一根袋子 我需要一根袋子 你看 我需要一根袋子 我要把这一袋药 对这个袋子的药 把它固定好 把它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 对 我们要把它包起来 很快就可以包好了 我再给它打一个结 我再给它打一个结 好了 你看 这就是我的药 我去买药的时候呢 古代的时候 人们去买药 买到的药通常是这样包装的 回家之后 要把药煮了 然后用勺子喝 用勺子喝 这就是为什么 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希望刚才的演示 可以帮助你理解 药这个字 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草药 对吗 草药或者植物 herb lab 这一部分是丝带 我要需要这个袋子 对 我需要这个袋子 来包药 第三个部分 勺子 勺子 来喝药 喝药 好 现在让我们继续 剩下的词汇 你认识的药 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药店 药店 你可能学过商店 店是表示shop magazin 所以药店 药店 买药的地方 pharmacy就叫做药店 为什么我要去药店呢 因为我今天感到 我感到头疼 你肯定知道这个词了 对吗 以前我拍过和头疼相关的视频 头疼 头疼 头疼吃什么药呢 在你的国家 头疼的时候 你吃什么药呢 还是你不吃药 只是睡觉 休息 在法国 如果人们头疼的时候 一般会吃 这个叫多利喷 它是止疼药 止疼药 也可以说止痛药 就是你头疼的时候 好疼好疼 我吃上 我吃 吃多少呢 你看 我吃一粒 我吃一粒多利喷 吃药 我的头 就不疼了 止痛药 止痛药 还有什么呢 有的时候 人们会感到 发烧 发烧 这个词 其实比较难记 对吗 如果你喜欢吃叉烧的话 擦锈 擦锈 是香港的叉烧 非常有名 叉的意思是表示 fork 这个烧呢 其实是跟barbecue 有关系 叉烧 叉烧 烧的意思就是burning 就是很热 很热的意思 烧 那 发烧 我的头很热很热 怎么了 发烧 所以帮大家来记忆这个词汇 如果你喜欢吃叉烧 那么你就应该学会 发烧这个词 发烧 发烧的时候 你吃什么药呢 如果我发烧了 我就会吃这个药 发烧的时候 你可以吃这个药 我们也可以说 退烧药 退烧药 好 下一个呢 下一个除了头疼 发烧 有的时候人们还会咳嗽 咳嗽 咳嗽 我和我的学生 一起发明了一个办法 怎么记住咳嗽 很难啊 他说curse curse 咳嗽 咳嗽 我有头疼 而且发烧 而且还咳嗽 我这是怎么了 很可能 你感冒了 感冒了 catch cold 感冒了 所以在法国 如果我感冒的话 我还会吃这个药 他既是感冒药 也是 退烧药 也是 退烧药 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 你还能回忆起来 今天讲了什么吗 第一个词是 第一个词是 药 对吗 我吃的药 可是古代的药 in Asian time 药 不是这样的 药不是这样的 药是这样的 对 药是这样的 所以药有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 herb 第二个部分 丝带 第三个部分 勺子 勺子 刚才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字 来帮大家认识药这个字 药 如果我想买药 我应该去哪里呢 我可以去药店 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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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词 第三个词 第三个词是 头疼 头疼 头疼吃什么药 止痛药 止痛药 头疼 第四个词 第四个词 啊 我发烧了 我发烧了 我吃什么药 我吃退烧药 退烧药 第五个词 第五个词 我怎么了 咳嗽 咳嗽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 你可以想想 curse 咳嗽 咳嗽 咳嗽吃什么药 吃 止咳药 止咳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我头疼 我发烧 我还咳嗽 你怎么了 我感冒了 我感冒了 我将教大家一些 和我们的面部 以及头部 有关的词汇和表达 这样你就可以 比较细致地描述 一个人的长相 我们先来看头 这是头 这里是头发 头发 有的人的头发很长 有的人的头发 很短 有的人喜欢 把头发扎起来 那这些 各种各样类型的 叫什么 叫做发型 我们的发型不一样 有的人的发型 是披发 头发披下来 很长 有的人是短发 发型是短发 有的人呢 喜欢把头发扎起来 我们的发型不一样 我们再来看这里 这个部分称为 发际线 发际线 有的人的发际线很高 比如我 我的发际线很高 但也可能 你的发际线不高 你的发际线比较低 发际线比较低 这个位置称为 额头 额头 我的额头很高 我的额头很高 但也有的人额头不高 额头不高 如果你想描述 额头的这个方向 我们称为额头比较宽 额头比较宽 但也可能是额头 额头比较窄 额头比较窄 窄和宽是反义词 我们再来看这里 这是眉毛 眉毛 有的人的眉毛很多 而且非常浓密 浓密 浓密就是很多 而且颜色很深的意思 眉毛浓密 我的眉毛比较浓密 但如果眉毛很少呢 而且颜色很浅呢 我们可以说 眉毛比较稀疏 稀疏 浓密这个词 也可以用来形容头发 头发很多 头发很浓密 但如果头发很少 我们可以说 头发很稀疏 头发很稀疏 这里 我闭上眼睛 这个位置称为 眼皮 眼皮 我睁开眼睛 你可以看到 这里叫做 睫毛 也可以说 眼睫毛 眼睫毛 有时候你会觉得 有一个东西在眼睛里 其实是眼睫毛 掉到了眼睛里 眼睛里有什么 有一根 眼睫毛 眼睫毛 我睁开眼睛 你看到了这个黑黑的 还有白色的部分 我们称为 眼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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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都非常在意 自己脸上有没有皱纹 这里 这个地方叫做 眼角 眼角 我发现我笑的时候 我的眼角有很多皱纹 这里 鼻子 鼻子 在化妆的时候 人们都希望自己的鼻梁看起来比较高 这里叫鼻梁 鼻梁 化完妆之后 希望自己的鼻梁看起来比较高 鼻梁看起来比较高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称为 颧骨 颧骨 有的人的颧骨比较高 颧骨比较高 这里呢 下巴 下巴 有的人的下巴比较尖 有的人下巴比较尖 这里当然是嘴巴 对吗 嘴巴 但是呢 当我们抹口红的时候 我们把口红涂在 或者抹在 涂在嘴唇上 嘴唇 嘴唇 有的人的嘴唇很厚 很厚 有的人的嘴唇很薄 很薄 你也可以说很薄 都可以 很薄 或者很薄 我们再来看看牙齿 有的人的牙齿 很白 而且很整齐 啊 真是太幸运了 又白又整齐 很白 很整齐 但也有可能呢 因为牙齿太多了 所以不整齐 不整齐 前面的这两颗牙 称为门牙 像门一样 门牙 我的两颗门牙比较大 所以 大门牙 门牙 有时候呢 你会遇到一些口腔上的问题 比如 牙齦 牙齿 牙齿上面的这个 红色的肉的部分 称为 牙齦 牙齦 耳朵 耳朵 这个部分称为 耳垂 耳垂 我们戴耳环的时候 要把耳环 穿过去 穿过去 这里有一个洞 这个洞在耳垂上 在耳垂上 我们下级的位置 并不在乎 这边 我们下级